为什么发生在齐国跟楚国 因为旅后家族是不是这个地方的人 旅后家族旅后的爸爸旅公就是佩国 佩国那个佩国人吧 佩国就是当时的什么 什么什么属于什么地方 就是属于楚国 但是这个齐国是不是那个刘兴居 刘章刘斐他们就是齐国 齐国跟楚国发生大地震 二十九三同崩 是不是因为旅氏家族 被这个齐国的刘章所屠杀 还有皇帝 对了要强调了 他还把皇帝还有汉秽帝的所有儿子全部杀光 这个也要提 但是现在这个皇帝啊 还有汉秽帝的儿子全部被杀 这个大家都不说呢 大家只说旅后被杀 旅后家族被杀 四十上年皇帝也杀 这史无前例耶 你看那个赵高 赵高有没有杀胡亥 没有耶 是他虽然把胡亥当作傀儡 但胡亥后来是 他是拔刀自杀 自吻而死耶 这个少帝不一样耶 少帝是这个周伯 刘章他们直接把他从龙椅上拉下来 是使使使记是说刘兴鞠去拉的啦 刘兴鞠就是这个刘章的三弟呢 看到少帝还还坐在龙椅上 然后就在那边很震惊的说 你们兵变吗 你们难道不知道 这个丞相旅产会保护我们吗 然后就在那边叫丞相旅产 说旅产何在 丞相旅产何在 然后这个周伯就走进来 就把那个旅产的头呢 就丢进来 说人家到老 break我骚走啦 然后这个留星居就哈哈大笑 哈哈大笑 史书没有这样写啦 但我猜啦 他一定哈哈大笑 然后就去 史书指说他去 把那个少帝 就从楼 ultimately就这样 把他扯下来 他讲什么 史書也沒有說啦,我這個模擬啊,應該是 你把我拿下來,坐什麼,你這傢伙,你這傢伙 因為少帝年紀比他們小嘛,然後就把他扯下來 然後劉璋突然間刀子一揮,頭就斷了 少帝就這樣被劉璋給殺了 然後呢,就再來就他們周伯,劉璋,陳平,劉興居就說 一不做二不休,漢廢帝其他的兒子也全部要殺 不然你殺了少帝沒有用啊,他們會再立 廢帝其他三個兒子來當皇帝啊,所以我們全部都要殺 而且連後宮也都要殺,以免有人又生下漢廢帝的種 所以為什麼會殺那麼久,殺到漢文帝即位了 還沒有殺完呢,已經殺了半年多呢,還沒有殺完 因為要殺五萬多人,你看要那個時候 可以說全中國的筷子手呢,全部都到長安支援啊,支援啊 啊,結果你看半年,半年後就三崩了,那就是三崩,四月三崩呢,這個漢文帝下道啦,就下令啊,不要再殺了喔,這些,這些後宮啊,他們都要殺了 他要全部把他納入後宮,這漢廢帝三個兒子,還有少帝的後宮,他要全部要啦 啊,十二年後,這史書記載,十二年後把他放了 除了你看史書記載,除了三崩以外呢,三崩後沒多久,那個殺皇帝的那個劉章,他就暴斃了喔 這個劉章,劉章就暴斃了喔 還有水也暴斃了,這個劉章暴斃,還有那個陳平也暴斃 啊,然後這個周伯啊 周伯啊,那個都是,這個呂后被屠殺一年多之後啦 然後這個周伯就被漢文帝怎樣 說他有人告他這個叛變嘛 周伯就被以叛國罪呢,被叛亂罪呢,關到大牢裡面 然後那個劉興居怎樣 劉興居就被漢文帝給砍頭了 因為劉興居造反嘛 他不甘願啊,他要他大哥劉香當皇帝啊 結果竟然是這個漢文帝來當 他們以為說把少帝的所有兄弟全部殺了,把少帝也殺了 這樣理所當然,劉邦能夠的後代能夠當皇帝的 就只有剩下他們劉匪這一家嘛 結果沒想到這個陳平跟周伯呢 為了避免劉章他們這一家口子勢力太大呢 竟然就去把被扁到很遠很遠 劉邦把他趕到很遠很遠的第四個兒子那個劉衡呢 竟然去千里條條的把他找回來當皇帝啊 所以這個劉興居當然很不滿啊,他就造反了 啊照這個漢文帝就派大將採,木採的採啊 採武呢去討伐劉興居 那劉興居兵敗呢,他就自殺 此際是說他自殺啦,就死了 所以說呂後,不要說呂後家族被殺啦 應該說少帝,還有會帝,呂後家族,還有後宮 全部被屠殺半年後,一年多之後呢 這些兇手呢,都得到報應了 那這個還發生了大地震 而二十九座山崩,同崩呢 就代表說,這個兩漢皇帝呢 就只能有二十九位啊,天神震怒 人家沒有造反,你說人家造反 中國歷史上唯一,唯一因為沒有那個實際的事實 而被殺的,是 但是,是不是只有兩劍,第一劍大家都知道就是那個 岳飛嘛,說莫須有 說你可能,你可能要兵變喔 你可能喔,啊兵變了沒有,沒有 啊但是,因為可能嘛,可能嘛 他這樣,岳飛就被殺了 而歷史上說,呂後家族為什麼被殺 啊,是不是也說可能 啊,說,江謀亂啊,江謀亂啊 啊,江呢,江呢,不是說已經發生了呢 不是呢,是江而已呢 如果說,呂後的呂氏家族真的要謀反 那你屠殺呂家三萬餘口不是殺了嗎 那你幹嘛把,你幹嘛把漢蕙帝的兒子全部殺光光呢 對不對 漢蕙帝的兒子,跟這個準備謀反有什麼關係啊 他是正統的嘛 少帝是正統的啊 你幹嘛連他也殺 連他的兄弟你全部都殺 真正謀反的是誰 真正謀反的是劉章嘛 周伯嘛,陳平嘛,劉辛居嘛 後來劉辛居有沒有真的謀反 有啊 劉章為什麼沒有謀反 是因為他已經死了嘛 他死了,他死了也沒有兒子嘛 那後來,後來就不曉得誰啊 去偷抱了一個兒子 一個男的說是他的兒子啊 叫做那個劉喜啊 當然啦,史書沒有這樣記載 這是我猜的啦 因為我怎麼判斷說劉章沒有兒子呢 因為你看喔,你翻開史書 史書記載他就只有一個兒子叫劉喜啊 然後你看他爸爸劉匪 他爸爸劉匪有二十幾個兒女啊 而劉章竟然只有一個 連女兒都沒有 就只有一個劉喜 而最奇怪的是 到了漢景帝的時候 七國之亂啊 劉匪的所有兒子 全部起來帶兵造反喔 喔 但是就只有劉章的兒子劉喜 沒有耶 這就奇怪了 為什麼劉章的兒子 你是 你是當年 屠殺呂後家主 屠殺少帝 屠殺捍衛帝的主要人物耶 你以前造反就是你帶頭的啊 啊現在要反那個 因為 漢景帝的七國之亂 是不是要反漢景帝 而漢景帝 漢景帝是不是漢文帝的兒子 而當年劉興軍就已經起兵 反那個漢文帝的嘛 要勇力他們劉家 劉匪的這一組 當皇帝嘛 所以到了漢景帝的時候 他們再度再造反一次啊 劉匪的子孫全部參加 但是就只有劉章的兒子劉喜沒有參加耶 這不是很奇怪嗎 按照道理不大可能 除非唯一可能的 就是這個劉喜根本就不是劉章的兒子嘛 那漢文帝的時候 劉章本來說 說好了要讓他當全中國最大的趙王嘛 然後讓他的弟弟劉興居當齊王嘛 第二大的 然後他的大哥本來是齊王就當皇帝 但是後來改由劉衡來當皇帝 那劉衡當然不會把趙王跟齊王給這兩兄弟當啊 結果就讓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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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